我今天想繼續這個討論這個E1 Bundle這個topology 然後跟這個connection OK topology 我們上次大概討論過不少了 但是還有剩下一個這個 這個map S3到S2的這個map 還有一點點細節我沒有講 OK 那今天我們要把它講清楚 然後那個 before那個東西的話 我在這邊做一個修正 就是上次我講那個 Photon 這個Helicity 這個spin這個問題有幾個小地方 我把有一些小更正 然後還有這個做一些comment OK 那個 就是這個我們用Photon這個演講的話就是說你那個 當一個光 不管是這個 這個plane polarize或者這個right-handed或是left-handed的話 它因這個環境傳遞的話 那這個我們曉得這個spin1的可以是 就是說是正1 所謂正1的話就是說這個是右旋嘛就是 然後呢另外一個可能性就是說這個右旋的話那spin就是1嘛 OK H bar這樣子 H bar這樣子 然後另外一個polarization的可能性就是說是 相反的這個方向這樣子是left-handed OK 然後呢 我們考慮這個所謂aliabatic change的話在這個系統的話就是說你譬如說你這個光是在一個optical fiber裡面 OK 那你把這個fiber這個這個這個方向慢慢這樣改變 OK 那你在這個在這個parameter space這個k OK 其實我這個k head就是表示說這個方向 這個這個optical fiber這個方向 OK 你這個東西做成一個導管 那這個導管變成一個一個螺旋狀的東西的話 那它這個方向呢 會在這個parameter space trace out 就是說一個circuit OK 那這個circuit的話 我們今天講完以後會就是會 會討論到就是說事實上它這個 它這個變化就是說這樣 當這個系統在這個parameter space OK 上面這樣繞一圈的話 在這個 跑出一個circuit的話 OK 那這個 這個東西呢 這兩個state它都會產生一個phase 就是說你 當你這個東西從這裡出發然後又跑回來的話 這個整個quantical mechanical這個state它會acquire一個phase OK 譬如說這個的話也許是乘上這個東西啦 OK 當然就是說這個東西你要是考慮這個跟時間的演變的話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quant mechanical state OK 所以它總是有這個東西 OK 那這個叫做這個叫做dynamic phase OK 這個東西我們可以丟掉 因為那個 因為對兩個這個polarization 這個東西這個東西 dynamic跟phase是一樣的 OK 但是呢 但是這兩個就不一樣啊 這個是就是所謂這個bary phase OK 就是因為這個好像是spin up 這個好像spin down 所以我們以前討論過spin half的情況 我們也曉得就是說那個 這個兩個phase是其實是剛好是相反的 OK 這個叫bary phase OK 好 那我們上次討論過的是比較特殊 就是說是那個 那個circuit剛好是在這個 在一個平面上面 譬如說這個 這個赤道這樣子 一個大圓這樣子 OK 在這個情況之下呢 我們不是討論過就是那個 那個spin這樣子 裝1000以後呢 跑回來的話 那個phase其實是改變 就是說是exponential i 這個p就是pi OK 產生這個phase這樣子 OK 那一般來講 這個是跟這個spin是有關係的 假設這spin是 對不對 spin是one half的話 OK 那這個 這個bary phase就是等於2pi OK 這個alphabary phase就是等於這個 2pi乘上m這樣子 OK 那看你是spin up還是spin down這樣子 OK 這個符號剛好相反這樣 OK 所以這個是我們討論過的情況就是 m等於這個 2分之1這樣子 OK 那這個東西其實是follow from這個 這個m-momentum這個 dotation這個expression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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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假設m等於p說是photon的話是等於1 OK 那這個bary phase就是你這跑一圈的話 跑這個大圈的話 那跑一圈的話就變成2pi 那是沒什麼意思的 2pi跟領是一樣的 你放在這x-porn的話 OK 所以就沒有效應 OK 但是呢 我們上次講過就是說 你用這個 這個 optical fiber做的話 你當然 你當然可以這個 可以使這個這個 這個k bar 你可以k hat 你可以trace out這麼一個cone對不對 然後這個叫 這個角度呢 這個這個theta叫做apex angle OK OK 所以這個 這個真實的情況是三圍的啦 所以 就是說在一般的這種三圍的這個circuit的話 OK 那個bary phase bary phase其實是跟這個 跟這個circuit圍起來的這個單位圓上面 單位球上面的這個面積是有關係這樣子 OK 譬如說在這裡的話 假設是equated的話 那這個面積應該是等於2pi嘛 OK 所以in general就是說這個是可以寫成這個 這個expression可以generize到就是等於這個 r法是等於正乎這個 這個area OK 乘上這個m這樣子 OK 所以你即使m等於1的話 OK 那 這個area 這個pheta腳趾不是90度的話 那這個東西就 r法就是不等於360度嘛 所以就是會有真實的效應這樣子 OK 那這個area的話這個要算這個 這個很簡單嘛 我上次搞錯了 把這個東西變成這個2pi OK 這個 反正這個theta就是polar angle 然後這個面積的話當然是 這個積分一下子就出來嘛 就是說這個 這個簡單的積分 d omega就等於這個sintheta d theta 所以這個 從0到這個theta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積分起來是等於這個2pi 1-costheta這樣 OK 所以譬如說theta等於90度的話 就是這個equator這個赤道平面這樣子 然後這個就是等於2pi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是area 所以你戴進去然後這個就得到這個 這個beary phase OK 好 然後我再comment一下就是說這個 這個beary phase的話 對這個東西的這個下映 OK 那這兩個state 就是說 根據剛剛那個討論就是這個對這個spin up 就是the right helicity 跟the left helicity 這個兩個這個beary phase是剛好相反的 OK 那 所以假設我們開始的時候呢 就是當這個這個optic fiber在轉的在轉圈的時候呢 開始的時候 開始的時候只要是我們inject這個一個plane polarize OK 那我們就可以把它分解成兩部分嘛 OK 那每一部分呢 它這個average就是跟隨時之間的演變呢 就是有兩個不同的這個這個我們可以不管 OK 那 所以這個linearly polarize 就是這個linear polarization跟這個這個circular polarize 這個關係到底是什麼呢 OK 那這個是 我現在把這個寫一下 我現在好久沒有碰這個東西 上次要上課的時候突然發現自己根本根本搞不懂 所以下課以後回去要自己再想了老半天才想通 OK 就是說 這個 我現在這個 我們現在描寫一個photon state photomycanic state OK OK 那這個cx 第一個是用來表 作用在這個真空上面是表示說產生一個一個plane wave Polarize在這個x方向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符號還好吧 就是說這個是 我們現在暫時把這個k 跟這個g軸這個identify 我們這個搶成同一個方向 OK 然後呢 這個應該是x嘛對不對 這個應該是y這樣子 那這個 這個 所以cx是一個plane wave 就是一個plane polarized wave 就是 就是 Polarize在這個xz這個plane上面這樣子 OK 普通的這個平面波嘛 然後 這個同樣這個也是在 Polarize在這個yz plane 這麼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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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磁波這樣子 OK 所以這定義很清楚嘛 OK 然後 這個claim就是說 這個東西呢 這個 這個也可以把它normalize這樣子 OK 那這個claim就是這個東西是 是right circularly polite 就是這個state 就是這個state 是這個右弦的 OK 那現在就有一個問題就是說 為什麼 為什麼是右弦 OK 大概 很多人也許看到過這種符號 但是就是說 有時候 我們要稍微問自己一下的話 有時候會愣住就是 這個這個為什麼 這個是右弦 那另外一個當然是這樣子 另外一個符號的話就是變成是turned out to be這個 這個走弦的 OK 就是說 比如說你問自己的話 為什麼為什麼是這樣子呢 OK 現在這個 有時候會愣住了 OK 那 那最簡單的一個方法就是說 我們要test這個 這個 這個tie跟這個tie 它的anym momentum 對不對 這個的話 這個anym momentum是多少 是一個h bar嘛 這個也是一個 minus h bar OK 所以我要test這個東西的話 我現在做一個rotation perform a rotation about這個z-axis through an angle OK 是physical rotation有時候有兩種 一種是passive 一種是這個active OK 我們現在講的是一個active 就是說 我現在真的是 把這個 這個v function拿來 然後我真的 譬如說這個optic fiber 真的往右邊轉這個θ這樣子 OK 轉完以後 我要看看它這個變成哪一個state OK 這個state應該是這個東西乘上一個 一個磨一個face 譬如說b這樣 OK 那 假設這個face是這樣子 那我問你 譬如說假設這個face是這樣子的話 OK 假設我得到的結果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可以跟我講這個haticity 這個 這個是right-handed還是left-handed 你覺得應該是哪一個 假設啦 我是說 假設我把這個東西 這個quantumic 看起來應該state對不對 一個wave function OK 好像一個 普通的這個 sharing equation 不是給你一個wave function 在inside box對不對 譬如說我把這個box 轉一轉 然後就平移一下 我們可以問那個wave function 變成怎麼樣子 現在通常的意思就是說 我把這個wave function拿來 OK 然後我把這個optic fiber 轉一轉 沿這個離者轉 那個state的那個角度 OK 那假設我得到的結果是這樣子 這是一個新的wave function OK 那我問你就是說 在這種情況之下的話 那表示說它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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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正一還是負一這樣子 What do you think 答案應該在這裡嘛 對不對 就是說 假設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wave function 我把它轉一轉 physically 真的轉一轉 OK 這個 system轉一轉 得到的wave function呢 它的behaviour就是 就是 就是 應該是described by this operator OK 所以你看到 假設結果是這樣的話 表示說什麼 jg就是這個 就是一個h-bar這樣子 OK 倒過來 假設我發現 我做這個東西的前轉 以後來發現是這樣正的 那就表示說是 是這個 angle momentum 是負一 是left left-handed OK 這個 用意義比較短的話說 這個事實上是一個叫 Wegner-Eckert Theorem OK 你如果修 微積分第二部分的話 應該 應該 應該小了 這個是那個一個 一個特例 OK 然後呢 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做這個 做這個 真的這個計算 就是我真的是拿這個東西來 我現在要rotate一下 這樣子 OK 好 那rotate的結果怎麼樣子 OK 原來是Cx對不對 C sub x 對不對 這個 的話 rotate了以後 你想會變成怎麼樣子 我就是把x軸變成一個 另外一個新的軸嘛 我把這個稱作這個x'好了 OK 然後呢 這rotate了以後 因為這個 我現在是 就是趁這個方向 趁這個positive Direction OK 所以x把它rotate到x' 然後y把它 rotate到這個y' 這樣子 OK 這個是 theta角 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opperator 我說這個state 經過這個rotation以後就變成 cx' OK dagger 這樣子 同樣的cy sub y 這個東西變成 c sub y' dagger 這樣子 這樣有沒有問題 這樣應該很清楚吧 我覺得這個是真正的 是active rotation OK 我把這個photon state OK 拿來以後 我真的把這個optic fiber 這樣轉一轉 然後我要看看 這個新的圍房間是什麼 OK 那這個state的話 就變成這個state 就是原來是polarize 在這個xz' 現在就變成polarize 在這個x'這個z'這樣子 OK 所以應該很清楚 OK 好 那 但是這個東西的話 當然可以 這個 因為這個 可以寫成原來這個 原來這個cxcy 這個linear combination OK 所以這個 所以這個可以很清楚的寫出來 這個是等於 比如說 這個是等於這個cosθ 然後乘上這個cx 就原來這個c sub x OK 加上了sinθc sub y 這個 OK 我們再看看這個 看看這個是不是很清楚 OK 就是說 我現在就是把這個polarization 這樣子 那轉到這個角度 OK 然後你看這個 這個角度 這個 這個polarization 這個項量 當然可以分解成這個分量 跟這個分量這樣子 OK 那很簡單這個分量 一個是 一個是cosθ 另外一個是sinθ 所以這個是應該是很清楚的 OK 好 那同樣的這個 你也可以把它這個 表示出來 然後你把這個東西在做這個心的這個這個心的這個state就是這兩個東西的combination嘛 c y prime OK 好 那你把這個東西帶進去的話 那你就發現就是說 這個東西是確實可以寫成expansion minus i θ 然後你把它乘上這個旧的這個state 所以表示真的表示真的這個東西真的是 這個應該normality就好 表示說這個combination這個plus i 這個combination確實是又顯的 OK 這個大概沒有什麼大東西 但是我是說這個有時候是 也是表示說我們對這個東西是不是懂得很清楚這樣子 OK 像我教量子律師有時候教到這邊的話 學生就是差不多都頭大的不曉得怎麼怎麼 怎麼去吸收啦 因為那東西的話比較trick一點 OK 但是像這種有這個很好的例子就是說這個可以讓你了解就是這個 推理的過程是怎麼樣子 OK 所以我覺得這個還是不錯 就是把他至少把他搞清楚這樣子 OK 好 那OK 好 那回到我們這個跟原來這個berry phase這個關係的話 就是說 OK 我們就是說譬如說我在開始的時候是inject一個一個 一個planned polarized way 譬如說是這個東西的話 OK 那obviously 由這兩個由這兩個definition OK 你可以把這個平面波 然後Ni這個打進去這個平面波就是Ni的這個cx dagger這個東西呢 obviously我們可以把這個寫成這個combination嘛 就是這個r跟l這個combination OK 那這個 這個你只要接在進去就可以了 OK 所以 所以這個cx 這個 這個 這個planned polarized way for example 是等於這個東西的combination OK OK 然後這個i c y dagger OK 等於這個東西的combination OK 然後呢 我們剛剛講過這個時候 你讓這個東西follow這個time evolution的話 OK 那除了那個dynamic phase以外呢 這個東西會不會acquire這樣一個phase 那這個東西呢 剛好是相反的一個phase這樣 OK 所以當我這個 這個lite follow這個path以後呢 到這個端點以後呢 就直了 OK 那直的話我們又把這兩個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這兩個 就是說這兩個 這兩個tie重新加起來以後呢 當然是跟Ni不一樣子啦 OK 那這兩個呢 你可以這個 這個很容易的計算 可以表示成譬如說 Ni的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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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ane wave OK 那你就發現就是這個tie的話 事實上是 OK 這個事實上就可以寫是 寫成 cosine cosine這個alpha OK 然後乘上這個c x dagger 這個 減掉這個sine alpha c y dagger 這樣子 OK 就是說當它這個 隨著這個optic fiber這樣轉一圈以後呢 OK 我們得到這個state 變成這個 兩個plane wave state 這個一個 combination OK 你這個加這個 OK 現在沒有i啦 OK 但是很顯然這個這個東西表示什麼 表示說 現在這個 這個polarition 這個plane 有一部分是在x OK with這個component 然後有一部分是在y這樣子 OK 所以你可以 你可以 你可以很容易看出來 就是說這個事實上就表示說這個 這個 表示說這個 這個 這個平面 原來由這個在x這個axis 已經轉了 轉了一個 超轉了一個角度alpha OK with respect to the x-axis OK 所以的話 turnal是這樣子 我把這個theta插掉 換成r就可以了 OK 所以就是說這個 啊 對不起 我重新畫一個圖好了 這邊譬如說原來這個是x 這個是y的話 OK 現在這個這個是等於是說這個 我做一個 我把這個東西 原來是這個polarize在這個x平面上面這樣 其實是xz 然後呢 現在這個polarition是在這個方向這樣子 OK 跟這個原來這個xpolarition剛好同一個角度alpha OK 所以整個平面就是變成 就是原來進去是在這個xz-plane這樣子 OK 那經過這個optic fiber這樣子轉移成以後呢 跑出來以後就是 這個平面就 就轉一個角度轉這個out角度這樣 OK 所以這個結果就是 基本上就是一個就是optical rotation 就是一種這個optical activity 有一些 這個光學的器材呢 就是可以到達這個目的 OK 所以它這個結果人完全一樣 OK 就是說這個來 完全是不一樣的 這個影院這樣子 OK 那所以實驗上這個當然是可以直接去量 OK 所以這個確實有人受 OK OK 那這個其實下面還有一點小故事 我現在暫時不講 就是說因為我們講的這套是利用這個 完全是量子力學化講一個單獨一個photon OK 那譬如說我們在 你在討論古典的這個電磁學的時候 事實上是不是一般都不是一個singal photon OK 這是古典的這個電磁波 OK 所以古典的電磁波跟這個其實不太一樣子 OK 跟我們討論這些quantimechanic的東西 所以你要怎麼由這個quantimechanic的state 做一個transition 變成這個classical state OK 你要換很多photon 然後就是說你要經過這個first quantization 這個procedure OK 那個不難 但是你要稍微看一下 就是說這個first quantization是怎麼做的 second 對不起 second quantization OK 然後你就可以了解 就是由這裡就可以回到這個classical這個picture classical picture的話 你曉得那個電廠那個方向你都可以手指頭指出來的 那classical的話就是說你那個 我們討論這個maxwell equation的話 你曉得你記得就是說這個東西的話 這些E啦 B啦這些分量都是時數的 都是這一種東西的 OK 那跟我們這個quantimechanical的這種complex number是不太一樣子 所以你要做這個second quantization 這個做這個reverse process 去了解這個classical 什麼arrived這個classical picture 所以說circular這個circular polys OK 我意思就是說在classical這個enm的話很清楚嘛對不對 左旋右旋就是你看那個電廠的話就是 他譬如說在同一個地方的話 那怎麼隨時之間是這樣子 OK這樣就是右旋嘛這樣就是左旋嘛 OK 那我意思就是說我們在quantimechanical這裡看的picture不太一樣子 我這邊的用的方法是根據這個rotation這個operator的性質 OK 這個東西的話你還這裡還沒有辦法直接看出 譬如說那個電廠的話是主向哪裡 那電廠是這樣子繞的還是這樣子繞的 OK 你還是要經過那個second quantization那個procedure 或者說reverse procedure才可以看得清楚 OK 所以我那一部分讓你自己去練習好了 OK 那接著我要就是說再 回去討論一下這個topology especially這個hub這個map 我上次是已經開個頭了 但是還沒有把它講完 OK 所以我現在continue on that 這個map就是告訴你怎麼把這個s3呢 map到這個s2OK s2是一個bps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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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ps obase space OK OK就是我們說這個 一個單位球嘛 那單位球上面的每一個地方都有一個fiber OK 這個fiber就是1的一個copy OK 那根據它這個定義呢我們一下子就可以了解就是說為什麼會產生在一個fiber OK 然後這個fiber我們把它bundle在一起 OK OK 那它這個definition是這樣子的 就是說這個x3上面的點的話可以寫可以寫成這樣 用這個四個座標嘛 x1 x2 x3 x4 這個notation有點crumzy 還是加個括號好了 這是x3的definition 所以我們用四個座標這樣 然後我們就是要隨便給這個x1x2x2x4 我們希望construct一個三位的點 就是x2上面一點 OK 那這個座標我們把它稱作x1x2x3 OK 那這個是Hoff的方式 所以我們可以說它定義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說它定義這個樣子 我們可以說它定義這個樣子 Jx3 OK 至於它怎麼對到這個我不曉得 OK 這個我錯過這個數學家是三頭六P 所以 然後呢 為了我們的討論就是說 it turns out 就是我們把這個x1跟x2呢 做一個 變成一個complex number OK 這個東西我把它稱作小G的這個G0這樣子 OK 然後x3加上i x4呢 我把它變成另外一個這個complex number 叫做G1 OK 那譬如說這個荒蟲子的話就可以寫成 這個是z1絕對值平方嘛 z0 對不對 絕對值平方加上z1 絕對值平方等於1這樣子 所以這兩個負數呢它的絕對值都是等於1和小1這樣子 OK 然後呢經過這樣這個定義以後啊 很好玩的就是說這個 這個xc1加上i xc2呢 OK 我現在還是畫個單位球好了 就是說這個是單位球 OK x2 OK 那這個上面增1點 OK 這個三度的坐標就是xc1 xc2 xc2 OK 所以譬如說這個north pole的話就是xc2就等於1嘛 north pole的話就是xc3就是等於1 OK 好 好 那這個 所以我們要是只是考慮這個東西的投影 就是說這個球上面1點的這個x周標跟y周標 這個投影的話 OK 那這個可以寫成 你把這個東西組合起來 OK 一下子就 一下子就 就是可以寫成這個 兩倍的z node 乘上z1 start OK 這個沒有什麼 這個就是指 notational change 但是呢這個這樣的 introduce這個 notation以後就產生一個 馬上就產生一個非常有趣的結果就是說 就是說 因為這兩個成績是一個complex number 那這是另外一個complex number的conjugate OK 所以我現在譬如說我把這個 我做這個transformation 就是說我nH是隨便選1點對不對 OK 或者說z0 OK 所以z1 equivalently 我nH 這邊有1點對不對 我nH選1點 這個s3 OK 然後呢 他map到這一點 p belong to這個s3 OK 好 那我現在要證明就是 我現在可以選另外一點 p' 他一樣也是map到同樣這個s2上面 同樣一點這樣子 事實上我們可以發現 這邊有整條這樣一圍的一條線呢 都被map到這裡 所以這個自然就成一個fiber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看法是很簡單 就是我把原來這個z0變成z0 乘上一個lambda OK 然後z1也是一樣 乘上一個z1乘上一個lambda 這個lambda是一個complex number OK with unit modulus 就是說這個 反正你要原來這個s4 這個一點的話 對不起 s3一點的話 你可以看成四個熟識了 要看成兩個complex number也可以 OK 所以我現在做這個transformation 等於是說 你給我一點 我現在產生另外一點 OK 我要證明就是說 這兩點對應到的這個casi 是一樣子的 OK 所以就 那這樣的話就可以證明就是說 我慢慢的我就會 一條線出來 這整條線都是被map到這個s2上面一點 這個叫fiber 這個就是一個fiber OK 那那個fiber就跑出來了 OK 好 那你這個東西很簡單嘛 就是說為什麼 因為z0的話 我做這個改變的話 這個新的 所以說這個casi1 prime 這個新的這個x跟y坐標呢 OK 你看看這個式子嘛 這個z0的話是乘上一個lambda 對不對 g1因為是加過一個star以後 所以變成乘上一個lambda star 對不對 因為lambda乘上lambda star 是它絕對值嘛 所以這個東西等於1 就表示說這個東西是不變的 c1加上c2呢 你prime以後還是不變的 OK 那就證明了我講的 就是說 我已經找到兩點 OK 這兩點不一樣 這兩點在s2上面是不一樣 但是它呢 它的這個map 這個hop這個map之下 對應同樣一點 c1 c1 c3 c3 那因為這個lambda是所有的 主要是絕對值等於1的這個complex number 都可以嘛 OK 那表示說我這樣可以產生 我可以找到 我可以找到一個copy 這個就是一個1萬的一個copy嘛 OK 所以 很簡單 這個證明很簡單 就是說我現在沒有證明了這個 可以找到 球上每一點都可以找到一個1萬的copy OK 好 那現在剩下最有趣的問題就是說 OK 這樣產生的這個bundle是trivia OK 大概我們曉得這個不是trivia 不過這還是要explicit的來verify這件事情 OK 好 那 這個 這個就是說 所以我們就要稍微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mapping好像看起來好像很簡單 好像 好像是應該這樣maps下去應該是trivia bundle OK 那問題是 問題就是說 我現在其實還沒有 沒有 我現在其實 第一個來講 OK 我只是大概說 這邊會有一個copy OK 但是 至於我怎麼去產生這個label OK 我怎麼產生這個label OK 我怎麼去產生這裡的coordinate 其實我還沒有講清楚 OK 因為我要描寫這個e1的話 e1這個fiber的話 我要給它一個coordinate OK 所以我還沒有告訴你 OK 所以我們要怎麼給這個 給這麼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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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想要e1的 要來描寫e1 當然就是說給它一個complex number 這樣子對不對 好 OK 那 那現在這個 我們先來注意一下就是說 OK 那現在 有這兩個complex number 你當然可以鑄造很多這個 很多這個complex number OK OK 但是 待會兒我們要看的就是說這個 是這樣子 在the north the north chart 我們要選的是這個z0 z0 z0 絕對組 OK 就是說這個again這個是s3上面的任意點嘛 對不對 那這裡這兩邊有 這兩邊這上面有兩個complex number OK 那 除了找出對應的這個s2上面一點 我還要想辦法從這裡面抽出一個 一個complex number OK 來描寫它這個 它這上面的座標這樣子 OK 就說當我這個 在這個fiber上面跑的話 OK 是哪一個東西隨著跟著改變 那你當然你可以講啊 這反正這所有東西都要改變嘛 OK 那到底要選哪一個 你這樣知道就是說 這個是比較適合的一個選擇 就是說選這個 我們假設選這個東西的話 為什麼要這樣選擇 第一個 在這個north pole的話 我們發現這個東西的話 這個north chart 對不起 就表示說在 在south pole OK 在south pole 這個東西是等一點 OK 所以這個就沒有辦法定義了 就是說 要是要 我們要拿這個東西 來當作這個fiber的口點的話 只能適用於在北半球 OK 那南半球呢 這個東西是等於0 這個complex number 不是等於0 為什麼 這個可以直接 跑去這個式子裡面看 OK 就說因為這個可惜實力是 是Z座標嘛 OK 所以在這個pixel 就在這個south pole那裡 OK 在south pole那裡 這個可惜實力應該得到什麼 應該是等於-1嘛 對不對 可惜實力應該等於-1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可以寫可以寫成這個 這個是Z0 OK 絕對值平方 減掉這個Z1 絕對值平方這樣子 OK 那因為這個 有這個等次 Z0的絕對值加這個東西是等於 這個平方加這個平方等於1 OK 這個x的話要等於負1的話 表示說這個tensile 就是說這個 這個東西要等於0 就是在south pole的話 是Z0是絕對值是等於0 OK 然後呢 Z'是等於1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簡直等於負1這樣子 OK 所以就是說 你要把這個東西用來當作這一個 一個coordinate 這個fiber的coordinate的話 OK 這一套呢 只能使用在北半球 或者說除掉了藍半球 那所有的s2上面的點 OK 所以自然這個chart呢 OK 這個fiber bundle這個chart就跑出來 這個north 這個我把它用作這個north chart OK 就是說這個沒有辦法 你這個 所以從這裡就開始可以看出這個端寧 就是為什麼這個fiber 為什麼這個fiber bundle是non-trivial OK trivial的話就是說 應該可以找到一組唯一的這個coordinate OK 倒是都是continuous OK 那我們上次已經講過好多次就是說 這個coordinate這個choice不是continuous 沒有辦法顯出一個唯一的一個basis 這個是這個 為什麼這個fiber bundle不是trivial 最主要原因這樣子 OK so in any case OK 所以就是說這個是一個north chart的一個 你可以說這個coordinate 就是說這個coordinate 或者說這個gauge coordinate gauge coordinate OK 那另外一個的話就是說 那這個south chart的話 剛好是另外一個用g1 可以用g1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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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那這樣就差不多了 就是那我們就可以發現就是說 這兩個呢 碰在一起的話 那就是要有一番這個twist OK especially就是說 在這個我們現在可以看這個equator上面 在這個大 在次大附近的話 這兩個 ok 那我們就更進一步去看就是 這兩個不一樣在哪裡的 差多少這樣子 OK 所以那個 好 那在equator上面的話 在這個次大上面的話 這個c3 呢 剛好等於0 OK 就是說z座標剛好等於0 OK 所以 0的話 表示說這兩個節率是一樣的 OK 那表示說這個兩個負視的節率值 OK 是一樣的 都是等於1 1除以這個更好2這樣子 所以他們的平方加起來就是1 OK 所以剛好在次大上面是比較特別 就是這 這兩個負視的節率值是等於這樣 都是常識 OK 但是呢 但是畢竟這兩個是不一樣子的 OK OK 這兩個你一除的話 就發現就是說 這個ratio呢 就譬如說這個除這個的話 就變成多少是 z0除以z1這樣子 對不對 OK 那z0除以z1是什麼東西呢 除了這個一個常數以外 這個基本上是 因為現在這個magnet是一定嘛 OK 所以這個東西呢 就是說essentially 就是z0乘上這個z1 star這樣子 OK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基本上這個ratio呢 事實上是那個 就是那個c1加上ic2 essentially是這個東西 OK 這個c1、c2是什麼 就是這個 因為現在在這個equator上面嘛 OK 所以這個第三個座標等於0 OK 所以 在這個2到附近的話 這個座標 就是只有這個x x座標跟y座標嘛 OK 然後呢這個c1加上i c2呢 就是這個 就是這個 用compress number 來描寫這個equator OK 那個東西事實上就是 這個加起來事實上就是 就是i5 這個東西嘛 好 這個就回到我們 因為剛開始最最嚴肅的那個討論 就是說 在那個hxyz那個hamiltonian裡面 我們導出來那個 這個叫transition function 就是說 那兩個這個 那兩個chart OK 那個gauge copy 怎麼樣子接起來 我們那時候之前討論就是說 這個接的地方 OK 兩個copy剛好插這個東西嘛 OK 所以現在這個證明完畢了就是說 這個確實 這個hop hop這個map 確實給你這樣的一個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non-trivial這個twist OK 所以在刺到那裡 確實你要做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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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matching OK 要做一個調整 那剛好 剛好那個twist剛好是1 所以確實是一個 一個turn number 確實等於1這樣子 OK 那 你就是要曉得更多這個s3這個限值 譬如說怎麼樣去想像差等等的話 我講過那個ueno 其實他有一張專門討論這個 從這個高中數學的觀點去討論 A3怎麼去想 OK 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還沒有仔細看完 但是我encourage各位去念那一張 OK OK 好 那我們這個tope 暫時就在這 OK 那現在我們要接下去講一講稍微 稍微 這個比tope更詳細的information 就是有一點進入這個geometry OK 真的還不是很容易看得出來 所以那個以後我們會慢慢 一步一步再去講這個黎曼幾何 那就是這一半的這個幾何 OK 那我們就可以看更清楚看是這些 有什麼幾何意義這樣子 但是我們現在要 接著要討論就是所謂這個gauge invariance OK 所謂這個很重要的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又回到我們這個 我們這個basis OK rn 然後跟這個rs這樣 OK 就是在這個parameter space OK 既然有需要用這兩個不同的這個basis set OK 那你以後不管你要做什麼物理 你要做什麼寫下什麼文化程式 要解文化程式 算出一些物理量 你當然要要求所有的結果 OK 跟你選哪一個當基底是沒有關係的 OK 我講過就是說這個就是最基本的要求 這個就是所謂這個gauge invariance OK OK 那我們要處理這個問題 我們這個現在要 仔細去處理這個問題 OK 那到最後結果那個就是所謂這個 我們就會arrive所謂這個gauge invariance OK 那所以我們再回憶一下就是說這個 這兩個choice OK 這個開始的時候都是cos half theta 這個是sines half theta對不對 然後現在就是說 大家記得嗎 這個下面是多少 是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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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寫一個n的話 就表示說在北半球是regular OK 沒有什麼singularity especially when這個 當這個theta區間裡0的時候 OK 這個差不多等於1 OK 所以這個是等於0 0的話你在那邊 腳在那邊轉沒有關係的 OK 所以的話這個東西的話 我們一碰到這個東西 就表示說上面這一塊 我要就是只有cos half theta 我不要放其他東西 但是下面這個地方呢 你就要放進去啦 因為 因為最元屬的最元 我想最元屬的應該是從這裡開始嘛 我是說現在假設你忘了架格式上的公式的話 像我一般都不太記得這個公式的話 那應該從頭開始 OK 那像這個 這是一個spin up 一個spin down spin spin up spin up的話 你想要這個轉一個phi 轉一個這個th ed muscle angle的話 應該是這樣子嘛 對不對 那下面這個應該是這樣子的 現在是spin up 這個spin down OK 好 那你兩個地方都乘以這個東西 我們就得到這個 所以這個應該是 應該是plus OK 萬一你忘的話 就是這個是一個 re-derive這個東西的一個荒號這樣 OK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另外就是把這個 把這個弄掉嘛 就是乘以這個 OK 所以這個 這個r s OK 就是等於 OK 所以還是老朋友就是說 所以我就說這個 所以你把 我意思就是說 你把這個 把這個 這個簡單的這個solution 或者說這個harmitony 弄懂的話 OK 其實這門課已經差不多 至少你弄懂得差不多 我想 跟這個附近有關係的 一起弄懂的話 那這門課你大概懂一半了 OK 所以那 OK 所以這個是一個basis OK 那 這是另外一個basis OK 那一個 那我們現在是考慮的是任何這個 這個是r space OK 所以這個是r space OK OK 所以這一點的話 OK 這個只是一個basis OK 那這裡的fiber 是什麼是 你取這個東西對不對 然後你把這個basis 這個state 乘上任何一個 unitary number 譬如說這個東西 OK 所有這些 所有這些state 它就是一條這個fiber OK 那 那我考慮所有的theta 所有的phi OK 那就變成一個fiber bundle 是這樣的 OK 好 那 OK OK 那現在的話 那我們上次之後說 這個topology topology的twist number 是怎麼來的 就是說是 是因為比較 這兩個不同的copy OK 它的那個差別 OK 那怎麼比較呢 就是說 我在這個地方 OK 取一個fiber OK 用這個basis的話 那這個東西是coordinate OK 但是呢 我也可以從這裡開 我也可以取這個 當作basis set OK 同樣的theta 同樣的phi OK 那這個rs 所以這個是第二個basis OK 那我這裡的coordinate 就是變成exp ixc' 這個不同的coordinate 因為兩組g不一樣 它的 它的座標就不一樣 同樣一點 其實是同一個state OK 所以這兩個 其實對應同一個東西 nose OK exp i OK 所以我們就可以曉得 就是說這 這 這兩個 就是說這個 這個 這兩個的差別 OK 我們把這個東西 我們 你曉得這個東西 跟這個差別就是 多少 就是說 這個rn 就是等於rs 乘上多少 乘上這個一個這個 這個東西 整個東西嘛 所以rs OK 所以基本上是等於rn 乘上 乘上exponential minus i5 OK 乘在一起 然後呢 這個是等於 都是rn OK 這些數學都很簡單啦 所以有時候會搞亂就是conceptual的問題 OK 就是我們現在到底是 要怎麼想像 怎麼去想像這個fiber這樣子 OK 好 怎麼樣 怎麼樣去define這個活力 OK 好 那這個東西我們就可以抵消掉 那這個 那這個表示說cc呢 OK pran 減5 就是等於ccpran減5 就是等於這個c OK 或者說c pran減5 就等於5這樣子 OK OK 就是說同樣的 我在同樣的一個地方 OK 但是呢 在兩個不同的座標系裡面呢 這個 這個colonate座標呢 就是不一樣 OK 這個差別就是剛好是x的樣子 OK 那這個phi yeah OK 那這個 我講過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差別呢 不管你這個cc跟cpran是多少 OK 都是同樣一個phi 因為phi只是跟現在只是跟這個atmos的angle有關係的 OK 所以這是等於整個copy 就是說你可以解釋成是整個這個gauge copy呢 一個1萬copy 整個 你把它想像圓圈的話就是整個轉這樣子 OK 你要把它想像一條的話就是整個shift這樣子 OK OK 好 那所以就是說 OK 那你只有一點的話 那這個 這個 只有一點的話 其實這個本身沒有什麼特別意義的 OK 因為你 因為你像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 我們是一直在討論中 一直是根據這兩個選擇 但是也另外 譬如說現在另外有一個同學的話 他不喜歡這兩個 他可以拿這個東西拿過來 然後隨便乘上一個 整個乘上一個complex number 然後就變成 我意思就是說第三者 任何第三者 他都可以選他自己的這個basic set 我們沒有理由 就是說一定要 只能用這兩組來討論 你高興的話 你可以隨便做一個這個叫做gate transformation 你可以隨便選一支 就是說你可以選你自己favorite 你自己喜歡的一支基底這樣子 我意思就是這樣子 OK 所以呢 所以像你要是隨便選一支基底的話 那這個跟這個差別呢 這就是隨著你自己的選擇而已 所以這個本身 這個一個 只有一個 這個差別 OK 這個沒什麼意義的 但是我們上次講過就是說 你要是不僅僅看這一點的 這個 這個 這個座標的差別 而是看整個 假設我們在這個parameter 在這個球上繞一圈的話 OK 有一個circuit OK 譬如說我把它稱作這個s OK 一個circuit 然後沿著這個circuit呢 一直看 看它這個角phi怎麼變化這樣子 OK 那我們就可以找出那個winding number 就是說 我呢 我 我只要把這個東西呢 這個 事實上要考慮這個 還是回到原來這個式子比較好 就是說 OK 這個是原來的這個E1的這個座標 你要講 可是也可以 要講這個也可以 但是事實上是這個比較重要 OK 所以這個是在這個fiber上面的一個座標 OK 那這個是另外一支座標這樣子 OK 那這兩個 這兩個座標呢 差別就是差一個這麼一個complex number OK 那這個也可以想像是一個單位 單位沿上面的一個向量 OK 所以當我在這個circuit上面跑的時候 OK 我可以看看這個單位向量是怎麼轉呢 OK OK 這個就是define這個winding number OK OK 我上次已經花了一些書籍去講 OK 所以你這個 你真的要學這個東西的話 你一定要回去看這個winding number 那個Weno上面那個就有講 你一定要去看去體會 這個winding number是什麼意思 為什麼它是一個topological invariant OK 那個idea不是說很難 但是你以前沒仔細去想過的話 你還是要老老實實去仔細想一想 去看一看 OK 那winding number在很多場合都會出現 那winding number是上次在那個 他是要discuss這個critical pawn 就是說這個向量場這個起點 critical pawn的時候 OK 但是沒有關係啊 我們在這裡一樣子嘛 我就說 因為我們現在是討論兩個 這個unitary complex number之間的這個差別 OK 那這是一個complex number unitary unimodular complex number 那也是一樣啊 那我這個可以想像是一個單位 單位向量的箭頭嘛 OK 所以當我在這個circuit 在這個球上面這樣跑一圈的時候 OK 我可以看看這個 一般的話 就是這個turned out是這樣子 其實這個 就是這個結果 這個winding number很remarkable 就是這個winding number turned out 跟你選擇這個circuit 是沒有關係的 你高興的話 要選這個equator可以 OK 你不高興的話 要選 要把這個變形 或者譬如說 你把這個circuit慢慢變形 變到最後一個小圓圈 這個事實上是我上次做的 OK 我要這樣做事實上有一些原因 OK 你這個以後你可以自己思考 OK 那所以一般來講的話 就是說這個很奇特 很奇妙就是說 這個winding number OK 用來表示這個兩個這個basis之間的這個差別 OK 這樣定義出來的話 是跟你這個選擇是沒有關係的 你喜歡選這一條 你隨意畫這裡畫一條 那裡畫一條 得出來結果都一樣 為什麼呢 一個很簡單的理由就是說 因為這個winding number是整數嘛 OK 那譬如說我把這個circuit慢慢變形的話 這個是continuous 這樣連續的變化 OK 那我上次講過就是 透普學裡面一個最強的 一種 最類型的argument 就是說你現在有一個continuous function OK f of這個一個parameter 譬如說ida好了 OK ida假設是一個 一個 continuous variable 一個 一個 一個連續變量的話 OK 那你假設說這個 函數的值只能起 譬如說連一二這樣子 OK 那當我慢慢改變這個eta的時候呢 你想它會怎麼樣子 譬如說它原來是只有在 原來是在這一點對不對 因為這個韓式是連續的 所以它只能在這樣 在這個 在這個上面這樣跑 它不能這樣跳 因為這樣就不是連續的 OK 所以表示說怎麼樣 表示說這個是一個不變量 所以基本上是這一類似的 這一種類型的argument 你就可以證明就是說 這個warning number 這個turn number 是一個topological invariant 不管你要畫在哪裡都可以的 especially你要把它收到一個 連起來連起來差不多就是差一點的 OK 都跟差一點點的 這個circle也可以 OK 好 所以這裡面有很多 其實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想法 你都可以去試試看 OK 包括上次我講就是說 這個warning number 跟這個座標系的選擇有什麼關係 那我先答案跟你講 就是只要你這個warning number是等於0 OK 那你就是那個 那個座標的選擇事實上只有一個 OK 就是說你只要選一組就夠了 OK OK 那我們現在呢 要把這個稍微做的這個 就是說 好 我現在這樣講 就是說 那 譬如說現在這個例子 事實上這個warning number 是等於1 OK 那就表示說這兩個東西 要接在一起的時候 是有一個twist 就好像那個mobius band 我們不是這樣子 要拉回來的時候要 要轉這個半圈嗎 對不對 OK 那你就是說 好 這個東西確實 mobius band 比起這個 比起這個cylinder 確實是有東西在轉 就是說彎 比較彎曲這樣子 OK 那你第二個問題就是要問就是 這個彎到底彎在哪裡 OK 我假設是這個只管脫幅的話 那我當然不必管 我脫幅就是這樣子 對不對 就過來的時候把它轉一圈這樣子 所以中間怎麼轉 其實這個無關 detail的 OK 但是我們眼總是會看到這個真正這個 這個mobius band 在這個 你眼睛可以看對不對 你如果這個東西好好轉 你讓它relax的話 那這個東西實際上是什麼 是continue的這樣一直彎過來的 對不對 你接好以後 你讓它relax什麼對不對 那它這個東西 它這個平面不是這樣子 慢慢轉嗎 慢慢轉嗎 走到這邊又接好這樣子 OK 所以你要是要問 譬如說 這個mobius band 有這個曲率 有這個彎度的話 它到底彎在哪裡 答案是 你只要讓它relax的話 它這個彎度是 倒是都是均勻的 OK 不是說只要接那裡 你接那裡的話 你只要接得好 OK 尤其是那個 譬如說接了那個 那個tape 是透明的話 你接完以後 你根本看不出來 OK 你這樣relax的話 就像整條袋子 慢慢慢慢轉這樣子 所以我們可以說 那個轉角 或者說那個曲率 就是說那個彎曲那一部分 事實上是 是到處都有樣子的 OK 那我現在要接下去要講就是說 我們在了解這個e1 bundle的時候 好像一直在講 這個是在刺到那個地方 兩個要接以前 要把它轉移轉正 好像有點 好像是暗示就是說 那個彎的地方是在這個刺到 其實不是的 OK 其實那個彎曲的部分 可以重新distribute到整個球上這樣子 就是那個曲度 其實可以分散到每一個地方 每一個地方那個curvature 事實上是constant 我們待會馬上會算出來 就是那個curvature OK 就是說這個 turns out 就是說這個 有一個東西叫做curvature OK 那這個curvature幾乎是等於這個 the turn number 這個warning number OK 但是這個是幾乎過這個球面 OK 而且我們會算出來就是 這個curvature是等於一個constant OK 那就表示說 這個 這個twist 你要把它想成twist也可以 但是這個twist呢 事實上不是 不是真的 只有發生在這個equal這裡 事實上它是 在這個例子 OK 在這個例子 因為我講過 這個例子事實上有一些幾何的 它不僅僅包括這個 不僅僅只有這個 托譜這個 這個內容而已 它還有一些幾何的這個內容 這個幾何的 這個幾何的內容 事實上是跟你講 OK 就是說這個東西呢 接好以後呢 事實上你看不出痕跡的 就是在那個赤道 你看不出那個痕跡的 它那個twist 事實上是每一個地方都均勻互布這樣子 OK 這個是最主要的這個message OK 我們當然會進一步的去分析這個 為什麼是這樣 OK 我們take這個5-minute break 這個5-minute break 當然就是說這個 實際說這個東西要 其實要花不少時間 老實講 OK 所以有時候 所以像特別在這個下午的這種時間 要把這個東西完全講清楚 我想不太可能 就是頂多只是給各位一些這個 給你一個開頭這樣子 然後你真的要懂的話還是要仔細去想一想 這樣子 OK OK 不過不管怎麼樣呢 這個是差不多最重要的 我們就是說這個 這個學習最重要的一個地方 就是在這裡了 就是說這個 我們要下去這個 把這個 這個twist更定量化一點 OK 那 這個說不定暫時還不能插掉 OK 那那個 我剛剛講這個one in number 這個還是weave my hand 就是說 剛剛這樣也可以的 在某一些情況之下也可以 但是呢 我們要把這個東西更quantify 就是說這個 講得更這個 定量化一點 OK 那tanzar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說要 你要做這個 把東西寫下來的話 比較好的方式就是去 去 define兩個這個 一個量 OK 這個叫tanzar這個叫gauge field 或者說 connection 各式各樣的名稱都有 這個叫gauge field 或者說gauge potential等等 或者叫所謂connection 其實都是一樣的 OK 然後這個量是這樣子 我把它寫一下 然後再def 這個 你譬如說我們取任何一組這個g底 對不對 它事實上是跟那個xyz有關係嗎 就是r有關係嘛 OK 所以我當然可以微分啊 對不對 pain微分啊 對不對 這是一個state沒有關係 我還當然可以做pain微分 所以我可以對這個x微分 對y微分 對z 這三個pain微分這樣子 OK 那再然後呢 我再回來再跟它這個東西 這個乘在一起這樣子 OK 你曉得這個是 conjugated OK 就是age on OK 所以就是說 我們待會兒會仔細算 就是說這個東西我拿來 然後呢 對這個xyz做pain微分 然後再乘以它自己本身這個age on OK 所以得到結果 然後要乘一個負i這樣子 OK 因為tensile這個東西的話 你算的話 這個你可以證明這個是unitary 這個是 不 因為就是說這個是normalized OK tensile因為這個東西是normalized OK 然後這個operator 這個 大家都曉得嗎 這個是emission operator OK 就是l除以這個i的話 這個是emission operator OK 所以你可以證明就是說 這個東西的話 你這個 這樣子 你可以證明這個量 事實上是 是pure imaginary number OK 所以你在乘上一個i的話 就變成real number OK 所以這個東西是一個real OK re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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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eld OK OK 好 那 所以我們現在要 直接去算一算 OK 那 那 我不直接算這個 待會我要算的是這個東西的這個form OK 這個connection form 是這樣子 就是一般的話 你給我這個一個向量的話 我把這個乘上dx OK 一般你給我這個一個向量 三個分量 然後我把這個a sub y 乘上一個dy 乘上這個a z sub dz的話 OK 這個就是這個就是標準的這個所謂這個one form 這樣子 OK 你假使譬如說這個想成是某一個函式的這個partial derivative的話 OK 那這個 這個當然更清楚了對不對 這個事實上就是等於這個 就是這個df OK 就是說你選兩點 OK 你選兩點 OK 然後看看這個 看看這個函數 原來這個函數的這個在兩點的叉子這樣子 OK 那你 這個當然不一定 所有的都可以寫成這個向量都可以寫成這個gradient OK 但是呢 那你就好嗎 你就原來這個式子的話 OK 也是可以做啊 也是可以做嘛 對不對 我們就是 因為這個a x 是這樣子定義的 OK 所以譬如說譬如說 OK 我現在要做的事實上是這樣子 是這個 事實上我要求的是那個dr這樣子 OK 好 那 那我現在 這個 這個叫做exterior derivative 就是說這個外導數 我們還會花時間啦 就是說還會 從頭來這樣子 OK 我講過就是說 我現在 就是說想盡快把個子拉到一個高度嘛 然後我們還可以回過頭來 有時間會再講這個外導數啦 還有其他這些form等等的有關的東西 所以 暫時 就是說你暫時就follow OK 沒有完全搞清楚也沒有關係 OK 所以 譬如說我 譬如說我拿這個 我拿這個rn這個東西 我要做這個導數的話 OK 這個外導數在某一些情況之下是 是很直接的啦 就是說 譬如說我 我把這個東西拿來對不對 那我就 譬如說我把這裡面的辨識 不是有θα跟φ嗎 我要是把這兩個稍微改變一點點的話 我要看看這個量改變多少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東西你做一個外導數的話 事實上是這樣子 譬如說這個上面這個分量的話 就是跟θ有關係嘛 那我把θ改變一點點的話 變成多少呢 變成是多少 minus這個多少 sin 還有θ 這樣子對不對 然後 然後這個是變數嘛 OK 所以它事實上是多少 是變成這個東西乘以的dθ 對啦 2這樣子 OK OK one form事實上是這裡 這個是 就是說這個變成 最後變成一個one form form的話 有最後可以分解成三個分量 這個是其中一個分量這樣子 OK but anyway 所以我說這個 在這個地方其實很natural OK 那這個的話呢 我們要取這個整個東西的這個變量嘛 當我這個θ跟φ改變一點點的話 我們看看 我們看看整個 這整個東西改變多少這樣子 OK 所以那裡邊你就有兩項 一項是這個東西改變 另一個是這個東西改變這樣子 OK 所以的話 所以的話是多少 是變成這個cos 譬如說 halfθ 對不對 然後這個 乘上這個exponential 這個iΦ 乘上這個dθ half of it OK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這個東西的改變 OK 這個東西的改變是 是sines halfθ OK 然後乘上i 然後乘上多少 dθ 這樣子 OK 所以這些東西 d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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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變成是一個 可以想成一個basis 就是說one form is a basis OK 沒有關係啦 反正你就是把它想成微小的量這樣 就是很小 當我改變這個coordinate 我考慮這個兩子g 附近的這個變化的時候 當這個θ變化一點點 我比較附近兩點的這個g的變化 基本上是這樣子 這個算是事實上 這個算是做了事實上是那個東西 OK 好 那我這個做好對不對 然後我要再把這個東西傳給它的a joint OK 所以的話這個a joint 你把它釘倒過來這樣子 變成這個的話 變成cos halfθ 對不對 然後下面這個變成這個sine halfθ 但是這裡要變成exponent1 minus i5 OK 所以我現在要把這個乘上去這樣子 OK 那我claim呢 這個東西事實上就是這個form OK 然後再乘一個i的話 OK 我講就是說這個 這個事實上是最後我要的這個one form OK 我暫時把這個擦掉好了 OK 好 那我們現在把這個稍微做一下 因為這個很簡單 OK 所以這個 這個跟這個乘過來 對不對 所以變成這個 這個 minus sin這個halfθ cos halfθ OK 然後這個dθ half of it OK 所以這個乘這個就是這樣子 OK 那這個乘過來的話是怎麼樣子呢 這個會跟這個底下第一項的時候 所以我們得到的當然是有兩項 一項是這個 所以這個乘起來以後當然是要加起來 所以這個要加上這個 這個sines halfθ 這個是cos halfθ OK 然後我講過就是這個跟這個消掉 OK 然後呢 這個地方是一樣子的 所以事實上這個一下子就cancer掉了 OK 所以最後呢 剩下事實上只有這一項 OK 乘上這個 OK which is i OK 然後呢 這個是 sines halfθ 這個東西平荒 OK sinesθ平荒乘上i 然後呢 乘上exponential minus i5 然後乘上這個b5這樣子 OK OK 那我們要的 我剛剛講我們要乘上的全部乘以最後乘以一個副i 嘛 所以把這個i弄掉 OK 所以最後結果很簡單就是變成這個 這個one form呢就變成這個 sines OK 二分子θ平荒這樣子 OK sinesexponential minus i5 就像d5這樣子 OK 這個也是一個one form 一個一個 你可以想像是沿著這個5方向的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 一個form OK 所以我這個地方 我想我已經做完了我把它擦掉 老師 對不起 那邊好像找了一個 這裡是嗎 哪一個地方 哪一個地方 這個地方嗎 這裡 我看看 我那邊是說 喔 對對對你講 you're absolutely right ok 這個是這個 第一次做違婚的話 這個是我第一個先做這個違婚 第二個的話是做 對對對那個還是在哪裡 對 thank you 所以這個是多少 是i5 ok i5 那這個 這個成果的話 這個成果的話 那就cancel掉了 對啦 你講得沒錯 所以這個i5應該應該兩個地方都有 ok 所以這個一成的話 這個i5就 combine ok 所以這個地方變成 變成沒有了 ok 然後我們還要看看那個 還有那個 我們需要的公司還有那個 就是說那個south carpet 因為這兩個 不一樣 這兩個有個差別 ok 我double check一下 ok 應該是沒有錯這樣子 ok 所以那個sines平方 sines half theta平方 這個當然也可以寫成多少 寫成二分之一多少 1-cos theta 對不對 d5這樣子 ok 好 那假使那個 你是那個south carpet的話 就說所以這個 所以 所以我要加個符號 我要加個符號 我加個符號 這個 所以這個是 這個是form 這個form我加個符號 這個是north north 是這個copy的這個form ok 那同樣的這個south 這個south 這個south的話 是差別在哪裡 我想應該是那個cos 那個地方變號而已 所以我們就是不再去 分別在討論 就是這個south的話 這個south的話 事實上是 是 這邊負 ok 所以這 對 如果一減的話 這個cos 就不見了 ok 所以這個差別 對 ok這樣應該沒有錯了 ok 所以就是說這個東西的 這個gradient term ok 存在這個 這個兩個 一個 一個 Infinitesimal displacement ok 這個 這個one form 對於這個north carpet的話 是這樣 OK 好 那為什麼做這個東西呢 因為這個東西的 這兩個東西 我們做個積分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這個circuit 就是說我們討論這兩個copy 這兩個chart怎麼match的話 譬如說我們是考慮這個equator的話 那這個s就是一個 在這個equator上面這樣子 ok 好 ok 假設我們做這兩個東西 就是這兩個form ok 的積分 路徑積分這樣子 ok 我講過就是說這個form 基本上它是寫成這個dx dy 或者說d theta dr 這些東西的linear combination 所以天生就是好像由它那個定義 你就曉得那個東西事實上 要給人家做積分用的 ok 我們做積分一般當然就是說 譬如說這個f of dx 在意為這樣子 ok 所以這些所謂這個oneform 我意思就是說很自然的 它就是 它當然還有很多用途 但是最重要的用途之一 就是讓你可以積分這樣子 你要做 你要積分oneform的話 很簡單你就加個這個符號 積分的符號就是了 ok 你都甚至不去 一般我們做積分 還要說f of x 乘上dx 然後再做積分這樣 oneform的話更簡單 你就是oneform 我寫個oneform的話 這個積分就是這樣子 ok ok 好 那我們就是考慮這個東西 跟這個東西這個差別 ok 我把這個兩個form這個差別 那沿著這個路徑積分這樣 我們看一看 這一 這一簡的話 你發現馬上發現就是說 我剛剛講說這個cos 這一項就不見了 ok 那剩下就是多少 就是one half 不過這個當然是變成1 對不對 變成二分之一 加二分之一變成1 這樣子 那所以這個積分 變成非常簡單的 就是這個 這個phi這樣子 ok 然後呢 我就積一千了 那積一千的話 phi積分起來多少 就是2pi這樣子 ok 這個就是winding number 所以就是說 the bottom line 就是說這個winding number 事實上是等於這兩個gauge field ok 沿著這個接那個地方的一個circuit 你這樣幾乎一千過來 就可以 就可以 就可以算出那個winding number ok 這個只是 這個當然是活這個special case 但一般你都可以這樣去了解 就是說這個 一般情況也是成立的 就是它那個東西是winding number ok 所以這個是一步 然後呢 我現在要 講一點就是說 就是說 就是說這個 這個one form 這個東西 一定是寫成這樣 跟這個一個vector 有這個關係 這樣子 ok 這個當然也可以寫成 譬如說是dr 再極坐標 dθ dθ 這個東西的 combination等等 等等這樣子 ok 所以你假設已經做到one form 的話 那你由這個細事呢 可以導出對應的一個 一個向量長的三個分量這樣子 由這裡的話 你也可以抽出那個三個分量 A sub r A sub theta A sub phi 這樣子 ok 那剛剛我已經算這個one form已經算出來了 ok 你如果利用這個 你就可以抽出這三個東西出來 ok 這三個東西就是我上次抄給你的 那個dirac monopole 那裡面那個magnetic potential Exact就是那三個東西 ok 那我下一步要再做的就是說 我待會兒會再做進一步的這個deriative exteriative 再做一個exteriative ok 那就相當於證明是說 那個這個東西呢 是這個等於magnetic field of這個magnetic monopole ok 我現在曉得剛剛我已經這個假設很多 就是說這個已經我們已經 我就已經這樣假設 所以還沒有仔細說明 但是沒有關係就是我們下次會再回去 ok 我只是跟你講就是說 有些這邊 你要直接去算的 像上一次我給你那個錫底 ok 你要硬算的話也可以 但是比較花力氣 但是用這個 用這個exteriative很快 很自然就一下子就跑出來 ok 現在譬如說我們現在繼續下去 你就會更體會到這個東西 ok 那現在這個 這個東西就是說這個 這個我們講過就是說 這兩個路徑積分嘛 基本上是這樣子 ok A nodes s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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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是等於這個 winding number OK 那這個東西 這個是一個路徑積分嘛 那我們可以用stock theorem把它變成一個 main 積分 所以這個變成 這個變成很簡單變成一個 main 積分的樣子 這個可以插掉了 我這個 譬如說我把這一項拿來 這個是 a sub n 然後這個 dr equator 好 譬如說 equator OK 好 那這個積分變成什麼 變成是 因為你要曉得這個 在這個 nose chart OK 這個 nose chart上面的 u nose 在這個上面這個 chart 這個是 unit sphere OK 在北半球這個 chart 覆蓋北半球這個 chart上面 我們現在是選一條路徑這樣子 OK 所以我要利用stock theorem的話 我一定要 make sure 它裡面它包含的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 circuit嘛 它是包含一個 main 但是它包含的 main 有兩個 一個是北半球 一個是南半球 OK 你要用stock theorem的話 你一定要保證就是說這個 function 在北半球是 very fine OK 你當然可以選 我意思就是說你要把這個赤道想成是包圍北半球或者南半球 都是對的 它同時包圍北半球也包圍南半球 但是呢 因為這個函數只有在北半球有定義 所以這個東西我們只能 你要用stock theorem的話只能變成什麼 變成這個 surface integral OK over這個 north u sub n 這樣子 你一定要經過這個 north chart 才可以用stock theorem OK 所以這個變成就變成b north d 現在變成是這個 surface integral OK 所以這個變成是 dot into d area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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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同樣的這個也變 那這個的話 這個就變成這個 所以這個是b north好了 OK 那下面這個就變成這個b south的這個幾分 一個 surface integral OK b south OK 但是呢 待會我們會證明就是說 這個算到最後這個結果事實上是一個常數 OK 跟道士多一樣子的 OK OK 那這個證明非常非常的簡單 OK 是這樣子 就是說這個這個 我把這個擦掉 就是說這個這個stock theorem OK stock theorem可以這樣寫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one form OK one form的一個路徑積分這樣子 Stock theorem就是說 等於是一個特 在這個exterior derivative 一個一個 exterior 外導出的一個特例 Stock theorem可以generize到這麼一個公式 OK就是說 這個 這個one form呢 你integrate over這個一個東西的boundary的話 OK Surface的boundary的話 是等於這個東西 the derivative的這個 the surface integral OK 這邊是叫做這個叫做boundary operator 就是說我譬如說我現在有一個面積嘛對不對 它的boundary就是那個circuit OK 所以你在這邊做boundary是變成譬如說 那就是Ni的這一塊面積對不對 它的boundary就是這個equator OK 所以這個是一維的積分 然後這個是one form OK 那你做微分的話 這邊的話 右邊的這個次子的右邊是這個積分過一個面 就是Ni的這個surface OK 對不起我這個符號 現在Ni是用這個circuit 我現在把它變成用surface OK 然後你的integrate變成這個東西的外導式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這個式子包括這個stock theorem跟golf theorem 兩個其實都是可以寫成同樣這個形式 OK 這個是很漂亮的 微型軌道裡面很漂亮的一個定理這樣 而且可以generate到高位上面去這樣 OK Anyway 所以就是我現在變成這個剛剛那個路徑積分 我要把它變成這個surface integral的話 OK 我只要做這個東西的外導式就可以了 OK 那這個東西的話 譬如說這個omega n的話 我拿來這樣子拿來 OK omega n 就等於2分之1 1-cosθd5 OK 我要做外導式的話 就是說這個再做一個導式這樣子 這個已經是one form 然後我再做一次導式這樣子 OK 所以這裡的話我再變化一下 Theta改變一下子的話 這個變成多少 變成2分之1 Cosin變成min sin 對不對 所以這個符號就沒有了 所以變成多少 Sin Theta Dtheta OK 那Dtheta緊接著D5 數上我這個地方要用一個 如果我要比較小心的話 要用一個叫wage product OK 這種外導式它是不可交換的 交換的話要改變一個符號這樣子 OK 所以我為了小心起見 把這個東西換進去這樣子 OK 那剩下的就是說 另外一個就是說 這個不改變 那這個 這個再求一下導式 但是以後我們會講 任何東西你求二次導式的話 都是能領的 OK 所以這個東西不用管 所以基本上就是這樣 就是說這個東西的導式 事實上就是這個東西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叫true form OK true form是幹什麼呢 很多用途 其中最基本的一個用途就是說 拿來積分這樣子 OK 那你看看 你看看這個東西是什麼 這個東西很顯然就是那個球上面的 這個 這個面積的這個微分 elementary這個differential 這個area OK 我如果把r弄上去的話 那更更精確 就是說現在我們是起單位球 但是我如果把r放進去的話 那你就記得就是r平方 譬如說我把r平方放進去對不對 然後再除以r平方這樣子 那你就發現就是r平方成成sine 所以乘上dθ 乘上dΦ 乘上dΦ Approach去做的話 事實上我已經證明 就是說那個A就是那個magnetic monopole 那個東西的這個表達式 就是說這個是多少 1 over r 這個square R是radial direction 因為稱之上這個有一個叫duality 就是說這兩個外導式乘起來對應是dr這樣子 對應一個第三個方向這樣子 所以由這裡 由這個2 form 你可以導出一個 也是一個向量場 這個向量場的方向剛好跟著兩個垂直 那這個magnetic剛好我講過就是事實上只是r平方這個東西這樣子 所以我意思就是說 mathematically事實上我們已經證明 就是說這個向量事實上就是等於這個樣子 g 的話應該是2π等等 所以或者說一個常識這樣子 所以我為什麼上次給你那個數學的習一題練習 就是說你要去做一下 那你會體會到以後會體會到就是說 這個exterior derivative的話 它除了就是說這個就是說寫起來比較方便以外 它那個在真正運算的時候也是滿漂亮的 它可以這個節省很多時間 很非常有力的一個工具這樣子 OK 不過從物理來講就是說我們事實上也就是證明就是說 我剛剛這邊已經寫出來就是說 我這邊是兩個路徑 本來是兩個路徑的幾乎是等於那個warning number OK 那個warning number就是說事實上告訴我們就是說這個trace 這個bundle的這個trace到底多大這樣 就是好像那個mobius band 就是trace 有一個trace 但是我們如果要更進一步去問 這個trace到底是在這裡還是在哪一個地方 答案是看你怎麼做嘛 你只要是接好以後你就讓它relax的話 那這個東西是均勻的 它是它這個平面是慢慢這樣子轉的 OK 所以你可以把那個扭曲那個東西分散到整個 整個這個環狀這樣子 OK 那同樣的這個道理就是在這個 這個在這兩組集裡面 事實上除了託譜以外 事實上它給我們的這個information 事實上是跟我們講 就是說這個trace 這個match 這個match mismatch 事實上是可以分散到整個這個s2上面的 OK 為什麼 因為我已經把這個warning number 變成一個surface integral OK 那這些東西都是常數嘛 OK 這個東西叫curvature OK 這個tends out這個有 以後我們學這個比較傳統這個 微分結的時候 我們會發現就是說 這個就是一般的這個curvature OK 所以等於是說我們把這個twist 混散到整個球上面去這樣子 OK 每一個地方的區域都是常數 至於這個要怎麼想 那我就不曉得 我現在還不是了解很清楚 有辦法解釋給你聽 就是說mobius band很簡單對不對 我講過就是說你在接的時候 你讓它relax 那個band就是這樣子慢慢轉嘛 很均勻的 那個曲率就分布 整個環這樣分布 分布過去了 OK 但是這個是二維的 OK 怎麼樣把那個 把那個warning number變成 每一個地方都一樣呢 這個這個我沒辦法 我還沒辦法解釋 解釋得很清楚 OK OK Maybe你如果去看無為能的書 Maybe可以幫一點忙這樣子 OK 我想差不多這個地方差不多是一個 一個分水嶺 我必須就是說這個這個 這些是法國版本裡面一個最簡單的 就是說我們是考慮是 Abellion Group OK 在Abellion Group裡面的話 這個 我們講到這些idea已經差不多是最主要的概念了 OK 那你如果要真的對這個東西有興趣的話 你就仔細的把這些 把這些例子 OK 從各個不同的畫像仔細去想清楚 OK 包括我上次講的 就是說為什麼 這個跟坐標系的選擇 為什麼有關係等等這樣子 OK 然後更妙的就是說那個 你從那個direct quantum式 從那個direct magnetic monopole式化的話 他怎麼樣 你記得 他給你的就是這三個gauge field 對不對 一般的話 一般你看這個 一般的傳統的這個量度力學的書 或者是這個 一般這個書的話 他總是從這裡開始買 他給你這個gauge field 就是這個potential magnetic potential 對不對 這個給你 就上次我寫給你那個東西 對不對 然後在我們要 在就是我們要討論就是在這種東西 在這個在這個場裡面 OK 譬如說你要考慮他的Sherent equation OK OK 那你就是說 OK 那給你這個 給你這個 OK 那一般都不會牽涉到這個basic change OK 這個是我們特別的一個approach 一般的話他就不講這一套的 OK 但是呢 最後的結論事實上很多是一樣子的 就是說我給你這個 我給你這個 OK 那我想要知道這個 這個v function他到底有什麼奇怪 為什麼這個v function會 跟那個x3為什麼會牽在一起 OK 所以從這個觀點看的話就比較就比較難 OK 你要從這裡出來的話有稍微比較難 這個當然也可以解釋為什麼 Dirac他那時候當然也沒有這個bundle的概念 這樣子 OK 那數學家大概他也不曉得那個他們做的題目 跟這個有關係 這個是因為我們現在看起來 兩畫面都同時了解 我們也曉得數學家有什麼貢獻 然後我們也曉得Dirac到底想什麼東西 然後我們現在當然看得清楚 把這個東西合併起來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個forble bundle 用這個比較geometry的觀點去出發 當初他們當然沒有辦法看到這麼多的東西 OK 所以Dirac那個paper 當初唸起來很多人你現在去唸的話 當然還是覺得很神秘的這樣子 OK 所以這就是說這個時代進步 我們還是有不少的advantage比起他們 所以我現在還是 當然還是有一個會想重要的東西還沒有講 而這個就是所謂這個gauge invariance OK 所以我還是要跑進去講一點點 OK 所以就是說 好 那這個跟這個 OK 所以這個gauge比起除了要算這個winding number以外 更重要的 OK 其實是要來解決這個gauge invariance的問題 OK 所以我可以把這個插掉 OK 好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大問題 這個我已經講過很清楚 就是說我們現在有兩組這個basis OK 所以呢 那我們要 以後要endure譬如說這個 有一些state chroning mechanical state譬如說 OK 那它這個state譬如說是 是這種東西的superposition OK 所以我們的way function就是怎麼樣 我們以後就是要考慮這個way function 事實上是這個r 跟這個r有關係這樣子 OK 好 那這個way function是 那 所以你 譬如說你可以 我們當然可以把這個東西當作basis 這個當作basis的話 這個東西基本上就是 除了一個magnetal以外 事實上就是最重要的那一部分就是這個exponential多少 i個c這樣 OK 乘上p是rn這樣子 OK 所以我們要考慮的這個way function就是這種形式這樣子 OK 好 那你假使用這個不同的basis的話是這樣子對不對 對不對 i個c prime這樣子 OK 兩個應該是一樣子的 OK 好 那你譬如說你要討論這個東西的話 譬如說你最簡單的 你第一個你譬如說你要寫下你的方程式 譬如說 clerology question 或者the right question 等等 對不對 那你曉得你要寫那個方程式的時候 一般都是微分方程式嘛 我們物理要寫的很多大部分的事實都是微分的對不對 所以你要做微分的話 這個問題一下子馬上就來了 OK 就是說你要微分譬如說我們做pain微分的話 OK 微分的話那你對啊 你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我意思就是gradient對這個r微分的話 OK 好 那這個東西的話你 你譬如說要作用在這個percise上面這樣子 OK 好 那你作用在percise上面的話 就是說 事實上是這樣子 percise現在事實上是等於是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乘上一個譬如說這邊一個magnet這樣子 OK 好 那你 好啊 那我們這個有兩個選擇 就是說我們描寫同樣的東西 我們可以用這個也可以用這個嘛 對不對 那這兩個關係不一樣子啊 那你譬如說你做導釋的話 那你得到的導釋就不一樣子了 OK 所以你不能寫一個方程式這樣 譬如說這個 譬如說你不能寫一個方程式這樣 你不能畫面一個方程式譬如說是這樣子 OK 等於是譬如說 OK 一般大概比這個複雜 但是你不能寫一個這樣的式子 為什麼 因為你一做導釋的話 這個東西看你是寫哪一個啊 導釋就是不一樣子 所以意思就是這個本身就不是verified 就跟基底顯得有關係 有關係的話那個就不算物理的 OK 但是你如果把這個改一改 你把這個東西改成這個 就是說改成這樣子 A OK 這個gate fit 然後你再作用上去 OK 然後這個就可以了 你就發現就是說這個方程式的話 就是說不管你用哪一個 用哪一個當基底 都一樣 結果都一樣子 OK 基本上是 基本上是 基本上就是說這個是 這個就是所謂gaging variance OK 所以的話就是說這個A 你可以講它存在的一個最大 這個最大理由注意 就是使得 你可以寫一個方程式寫下來 這個方程式跟你這個基底的選擇是沒有關係的 OK 那為什麼這個跟這個一樣 這個大家都曉得嗎 就是說這個 你這個兩個韓式插一個gage的時候 那你這個 做這個 所謂這個covalent deletion的時候是 是一樣 這個一般的數量都當然都是 講得很清楚 你學量子力學的時候 他就碰到這種這個gage coupling 他就跟你解釋 就是說這個way function 你做一個 做一個gage transformation的時候 你主要這個 你主要這個 做的導數不是gradient OK 就可以 就可以保持這個gaging variance 所以基本的概念是這樣子 OK 那這個 這個當然接下去就有很多這個 很多這個consequence 很多這個 非常有意思的結論 譬如說 譬如說假使這個 你假使考慮這種東西的話 OK First of all 我們講過就是說這個 因為這個兩個基底的選擇不一樣 OK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很大的挑戰 為什麼 因為以前的話我們一般的傳統的方式 總是想這個way function應該是跟什麼 跟coding的有關 而且是什麼 而且是way defined OK 譬如說 譬如說我們回到最簡單的這個一圍的量子力學 OK 一圍的量子力學是一個way function是這個p is the plus side of x 對不對 一圍對不對 OK 那不管怎麼樣這個函數的意義是怎麼樣 way defined 就是說每一個地方都是有一定的這個 有一定的這個值嘛對不對 Perside多少對不對 都有一定的值 它有一些地方也許是discontinuous 不過應該還是way defined 到底是多少應該都是小的 OK OK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然後我們現在碰到這個magnetic monopole 這種東西 實際上這種情形已經不能適用 為什麼 因為我們講過 我們不能只有想像一個函數 我們身上有兩個函數 OK 這一個跟這一個 這個兩個完全不一樣子 這個兩個完全不一樣子 所以就是說你第一個 我們已經不能 不能只有這種 滿足這種 用一個 單獨一個函數來描寫整個系統 量子力學的系統 所以這個本身是一個非常非常大的改變 OK 為什麼能夠這樣子呢 其中一個原因就是說 因為這個gauge field的存在 OK 在沒有這個東西的話 就像普通我們一般的這個 譬如說一圍的量子力學對不對 你這個東西的話 譬如說 譬如說一般的量子力學系統 為什麼那個譬如說那個 那個 你曉得在一般的情況之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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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微方顯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連系的 OK 它不能jump 為什麼你曉得 為什麼為什麼它不能jump 就是為什麼這個微方顯 不會從這裡跳到那裡這樣子 因爲為什麼 因爲你做導數的時候 你假設這個不連續的話 導數的時候無窮大對不對 那在一般量子力學沒有跟那個電子學 沒有跟那個電子場cub在一起的話 你曉得這個東西是 基本上是什麼 導數是什麼動量嘛 所以你有一個函式是不連續的話 那你做這個導數的話 就表示說那個動量的值是什麼 無窮大 所以這個state我們就不能考慮 因爲動量太 無窮大 我們就不能考慮是這個物理的系統 OK 所以一般的這個量子力學的這個微方顯 譬如說很smooth OK等等 都是跟這東西是有關係的 但是現在因爲加上這個 因爲你要做導數的時候 你還要加上這個東西 所以現在事實上允許 現在變成允許 就是這種情況變成允許 不僅僅這樣子 我們甚至現在還要 還要用兩個不同的函數 在描寫同一個物理 同一個物理的系統 所以這個是非常非常大的改變這樣子 OK 所以我就說我們學物理的話 一般就是已經習慣 習慣化的話 我們就是 就是比較不習慣這一套的推理 但是從數學的觀點 他們老早已經習慣這一種方法 把這個 他們就是所謂稱之一般的surface 他本來叫做一個manifold 然後他們就把它拆開 它是一小塊 然後再接起來 這個他們已經是 非常變成 這個司空見觀的一件事情 這樣子 所以我們還要重新 我們做物理也還要重新去 去改變我們的想法 要把這個東西變成 本來是一個函式 所以要把它變成兩個不同的函式 然後要考慮怎麼接起來 OK 事實上物理當然是沒有 沒有沒有這個不連續的變化 因為只要這兩個架在一起 事實上是continuous 所有的物理讓它是continuous 但是這個函數本身 就是不僅僅是 discontinuous 事實上是兩個不同的函數 兩個直接同 直接跟不同的函數這樣子 OK 所以這個很奇妙 就是這些 有時候是數學的 有時候是物理的 這些東西都繳在一起 所以很妙 我說這上去很妙 所以這個 這些東西很值得 這個 我仔細去想一想 OK 所以要花一點時間 我還是留一點時間給 給 我們來給各一個同學討論一下 就是說這個是一個例子 就是說我們可以做一些 七題嘛 或者說跟 一般來講當然最好就是說 假設我有assign的話 你可以直接從裡面那個挑題目來做 假設你覺得那個太無聊了 或者說你有時候想到一些某一些點子 譬如說跟我們討論有關 也可以拿出來做 那你不要扯到譬如說評計什麼之類 那跟我們這個沒有相關 所以當然沒意思嘛對不對 所以原則上是這樣子 OK 好 所以我們試一下好了 就是說這個看看有哪一 那剛才有位同學他想 上來這個試一試講的 譬如說他做了什麼東西這樣子 你上來的時候要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因為我不曉得 至少我不認得你嘛 你可以講講你的興趣什麼 你是不是喜歡養兔子什麼之類的 我都開玩笑啦 我是說這個稍微這個 對啊 稍微至少寫一個 寫個你的名字這樣子 OK 你寫個名字嘛 寫個名字大家猜就比較容易 不要容易這個認得 我今天要講的是 我今天要講的是 我要從那個負邊的觀點 然後過來看就是YTN 就我會講一些簡單負邊的函數 然後你會發現就是一個負邊的函數 它的Pone或者它的0 就會代表 然後它會跟它YTN的關係 對你看就講一個簡單的例子 然後 然後應該考慮的是一個就是 Z無方 然後再加上可能幾倍的E 加四方 加幾倍的E 四四方之類的東西 然後 那我現在如果說 因為如果 這是一個Holomotive Function 所以我總是可以把它看成 就是 U加ID 然後 U是一個跟XY有關的函數 B是一個跟XY有關的函數 然後我就分別對 U's constant 跟B's constant 數 所以 所以 一開始如果 如果考慮 Z等於R 1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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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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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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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所以這個圖章可以看出來什麼呢 這個圖章可以看出來 每一個點的地方 它是 這邊都已經正交了 每一個點已經都是正交了 因為它的內積是0 所以我可以想成說 我把u想成是一個potential 然後 u的變化量的話 它就會是 就是你可以把v想成就是它的一種flow 然後它的gradient 它就會往v的方向走 因為兩個是垂直的 所以你可以把u想成是一種flow 這邊它就是有一個potential 然後它的gradient方向 會跟v方向是完全一樣 所以我們就會把u看成是一種potential v是它的flow 因為兩個是垂直的 所以你可以看成像這樣 不管你要放什麼電廠 或什麼樣都是這樣的結果 好 OK 那這樣的話 你可以去 因為我現在可以知道說 v是flow的話 它就有一個方向 我剛才我就放在我畫這個 我就放在我畫這個 我就放在我畫閃 OK 你可以去看這個方向 那你就可以去 我們已經介紹過什麼是yde number 我們就可以介紹去 我們就可以去看說 這樣繞一圈後 這個向量 它大概 它會插個 它會插個不到角度嗎? 對 對 你這畫像是你自己定的還是怎麼樣 還是 這方式是re-mind的論文第一次提出的 不 我這裡是說你怎麼定的 我是說 你不是畫箭頭往上嗎 那我也可以畫往下 對啊 就是potential的話 就是物理學家喜歡從大的直到小的幅 或者說數學家喜歡從小到大 就是都可以 就是 那當然如果說方向相反的話 one number就會插個符號 所以就要 這是要注意的沒有錯 不過就是 我覺得現在都是從大到小 那如果從大到小的話 那這邊的one number 很明顯的 就是1 因為它就是 就是這樣轉移圈 OK 好 那下一個畫就是 那我想說 那如果換成D3四方會有什麼差別呢? 那一樣 就是你一樣可以類似的去畫 那我就直接畫結果 好 好 好 來 你 來 來 如果大家有做那個課本上 就是老子映燈的課本上的奇跡的話 你應該看到這個固域 對 那這個YT number是2 OK 所以就是 反正就是很容易看出來 就是多轉個 多轉一圈 那 所以在這個地方我們發現什麼 我們發現說 誒 這是三次方YT number是2 這二次方YT number是1 所以我們就會想說 誒 這個東西是不是 所以我們就會先進行說 如果說一個Function 一個Fz 它寫成Z-Z0的α次方 再加上 更高次的High Order Term 那這樣的話 我會說這個東西在Z0 這點我們叫它是一個Cross Point 然後它的Multiplicity 就定義成Ava-1 剛好就是它的YT number 這是 這是在ForMultiplicate 那下一個你就會考慮的是 就是 誒 如果我現在考慮的是一些像 Z分之一 之類的東西呢 Z分之一是有點難畫的 後面的東西一樣就是 它是類似什麼 一些Regular Terms 就是一些長數啊 可以加上幾倍 可以加上幾倍的東西 可以加上幾倍的東西 可以加上一些High Order的程度 那這東西大概會是怎麼樣子呢 你可以稍微去分析一下 它就說如果Z等於R is 等於R is 這個東西的話 它就可以拆解成 大概就會是R分之一的 9 3 Theta 對 R is 3 Theta 如果我畫B是Consent 就是R分之一 3 Theta 是一個Consent 就是B的Cross 那這樣的話 這個東西要怎麼看呢 你就把 原來B是個X跟Y的函數 你把寫成 根號X平方加Y平方分之一 那再次查一次 根號X平方加Y平方分之Y 就是一個Constant叫Z 那你就會最後一則到說 X平方加Y平方分之一 是一分之一的Y 比如說這個東西是一個圓 好 現在開始的話我能力了 但是這個東西是 正確的近似 就是它在R比較小的時候 因為我把後面還有O 可能都把它副月掉 所以它會長得像這樣 然後它 這樣原本接起來是一個圓 然後記住它圓心是在21分之一 會跟這個值有關 所以它的圓心會改變 大概畫起來會像這樣 畫得太像圓的話不好意思 因為畫得很爛 這樣 所以那是Visconcent的時候 然後如果說Uisconcent的話 就是也是跟這個很像 但是它是在另外一個方向上 所以一樣 還是一樣的方向想法 就是想著說 這個綠色的線是potential 然後白色的線是一個flow 然後經過這個flow 就是這個flow 就是沿著這個potential 去這樣前進 就是這樣去想 一樣你可以去計算它的1E number 然後這個這個taps中它是2 這個更好看出來 因為這邊有一個這樣的向量 然後翻轉一圈後 又有一個這樣的向量 所以它就是1E number2 然後你看這是V的負1次胞 所以剛才的Montiplegate的定義是 它的最高是O的點距離 那在指數是負的時候 顯然看起來是 到現在都還不適用 然後同樣可以畫V的負2次胞 不過我就直接畫結果 然後你會發現 這全都是課本上就給的例子 就是你很常見這種flow 它都是可以用負數的函數去看 有3的嗎 你剛講4次胞就會有3的 對 4次胞就會有3個 那其實你甚至可以說 所有這種flow跟potential的關係 你都是可以找到一個負面函數 去定義它 因為它都滿足quotry-mind-relation 那轉過來就是說 那個函數已經好為Montiplegate 那我等一下要保留這個圖跟這個圖 那因為是這樣的圖 就是會有一些好的性質 然後它畫出來就會長這樣 然後這個是一樣就是Montiplegate 這個時候 OK 然後你一樣可以修正到外面這樣 看來我看 這樣子 這樣 出來 好 那這樣彎現在不是它的歐的簡易 好 最後再講一個 在物理當中 物理中最常見的一個 一種pull 有點lone-pull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去看它的排數形式 sd等logd更像一些東西 這些是一些horomorphic turns 然後我這個d等於r 然後logd 就會等於logr 加ic 這是剛才講的就是u的部分 就是剛才講的v的部分 然後就開始畫囉 v的話是很簡單的就是 它是跟θ有關的 所以它就是一些這樣出去的線 就是v是concent 然後u的concent 部分是一個圓圈 它就是跟r有關的一個大線 所以這個東西就像是一個 就是一個電荷放在這裡 然後它就有一個potential 這樣擴散出去 然後你的flow 你的所有的電力線都是往外化 如果這是一個正電的話 那因為你常常是可以放一些 放一些椅背啊 符號在這邊 你可以把正電電負一鍵 然後一個很有趣的一個觀察就是說 如果你把兩個pull放在一起的話 就像老師上一堂課 最後一節在做的事 如果你把兩個pull放在一起的話 你會發現 我會把它變成一個新的pull 例如說 我把兩個那樣的pull放在一起 然後 所以你現在想的 左邊就是一個1分之1的pull 右邊也是一個1分之1的pull 然後 它的flow是這樣子 會這樣 會由這個方向這樣轉出來 然後再出去 然後 你本來不是兩邊都是無窮大的嗎 你怎麼可能把它放在一起 沒有 就是 沒有 哪裡是無窮大 我是說那個圖 這個點是無窮大 這點是無窮大 然後我們要拉越來越去 所以要說一周就變形這樣子吧 對 它電力線變形 OK 它電力線變形後 會變成手這樣 那你會仔細觀察說 假裝它要越來越靠近它 然後 然後 那這樣的話 呃 對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flow是這樣子進來 然後 接下來 呃 這邊有一次這樣斜進來 它就被拉得很接近 就變形成這樣 嗯 然後這邊出去來就很接近 所以把它畫完有點這樣 這是一個剛才 直立平方分之一的po 所以這個one in number 最有趣的地方是說 就是 就是你把一些po集了以後 你可以增加它的 還有可以增加它的one in number 然後增加它的po的order 那甚至你可以認明它 這個 如果你卡機的 就是一個 2f0分之一大小的電荷 那位在 1.f0分之一的地方 那這個東西的話 也是一個 2f0分之一大小的電荷 如果你看到電荷是不一樣的 所以你要考慮它就是 負電 然後就是 1.b加f0分之一的地方 然後把它們加起來後 你可以 稍微算一下 它就變成 1.f0 乘計加f0分之一 那f0去距離 這就是一個 1.0分之一的po 所以原本是一個 1.0分之一的po 跟1.0分之一的po 結果加起來後 就變成1.0分之一的po 好 那 這是初步的 建造 那基本上 這個東西的話 應用很多 就是 剛初Riemann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他就 他利用這個 去來解決 Urich-Lade Urich-Lade 然後 我也可以用這個 來證明說 Urich-Lade Mating Theory 用物理方法來證明 只要2個字就寫完 這是一個在數學中 要花很多很多力氣證明的感覺 甚至 以後我們會講Urich-Lade Mating Theory 那這個東西的看法就是 你可以想像說 我可以在一個 理合物件上 放一個 放一個 負面函數 那放這個 負面函數 看它的 像我看 我剛才會把它畫得出來 然後看它上面的 就是這種 Wining Number 或是它的 Code的大小 那我就可以說 它這個東西會跟它的 它的那個 Giniers 它上面有多少共識就有關係 就是所謂的 Riemann Rocking 所以這東西的應用是相當多 就是這是一個 還蠻有趣的觀點 剛剛說 Riemann 在發明它 就是 它在講 它在構成Riemann 就是用這個觀點去看 好 好 那 我想怎樣 我還要繼續講 不敢 我想這樣講 差不多 可以 講 很好 就是非常有意思 所以就是這個 就是給這樣 給個例子 就是以後 我們就可以照這個方式來這樣子 OK OK 今天就到此為止 好 contaminated 呢 4 0 3 0